有原委會,還有 委員生署,林副署長,原委會,國防部 好,剛才我們委員質詢的時候 提到一個非常,似乎非常嚴重的問題 但是我這邊所收集到的資料 第一個,在核一核二電廠是有,是屬於地震帶,是有斷層 但是在核四,它是在四十公里裡面,是沒有斷地震斷層的 另外,當然有關福島,福島的整個狀況,福島縣民 他們所接受的是維西佛是0.1到10個維西佛 死亡人數是0,但是在福島兩村 它的四個月裡面累積的維西佛是12到25個維西佛 那史丹佛大學的這個推估呢 長期來講會有130個人因為核輻射或者是癌疾病 核的相關死亡,那會有180個人罹患輻射的癌症 這個是史丹佛大學的推估 那麼它死亡人數目前是0 當然對於這種嬰兒是否會產生這種畸形 當然這個是會必須要有一些科學的一些數據產生出來 那我這邊有收集到一些數據呢 當然就是美國三里島半徑80公里內 它所接收到是小於1個維西佛 那麼這個以車路比的事故呢 這個氰輻射是14個維西佛 那我這邊有收集到的資料啊 這個維西佛裡面的資料呢 當然就是腦部斷層掃描的CT呢一次是兩個維西佛 那胸部斷層掃描是7個維西佛 那所以這種維西佛呢必須要以這科學數據來看會受到什麼樣影響 好大家在討論這個東西的同時啊大家都非常害怕 大家就在昨天也剛好發生地震 那我們地震的時候我們對於台灣的居民對於921大地震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些逃生包 那我們主要大家現在討論叫做啊逃生圈 我不知道政府機關準備好了嗎 這邊我看到有一些數據啊 國軍的點片啊39萬片 原子能委員會準備了13萬片 那一天啊服用兩科啊 那核子醫學專業醫師呢只有五個人 那麼五公里裡面呢只有四家醫院 那15到16公里呢有八家醫院 所以呢應該要指導民眾啊如何逃生 所以我準備了逃生包啊這個逃生包 是我們平常在地震的時候用的逃生包啊 那我來問一下啊 這裡面的逃生包呢地震的逃生包 我問一下看看啊 這個上台的長官我們用得到用不到啊 我們請問一下啊三位啊 我這個口罩啊這個用得到嗎 口罩用得到嗎 回答一下嘛 口罩是什麼時候用得到啊 這個這個我們真的污染的時候還是需要用 哦好那哨子用得到嗎 口罩這個哨子用得到嗎 我需不需要戴這是我們對於地震很熟悉要不要戴 嗯哨子也戴著 哦好哨子戴著曬著 那我這個也準備了一個太陽眼鏡啊 你覺得要不要戴啊 戴眼鏡可以遮這個這個格阻絕這個輻射 欸沒錯啊我看到這個1986年的車諾筆啊 裡面有134位啊 這引起的這種核輻射的白內障啊 所以我看是不是要戴這個 戴一個會比較好吧 好那我們再來問一下啊 這個有一些餅乾要不要戴啊 你回答一下要不要 要要 為什麼要戴 因為這個這個要疏散 疏散你怕疏散的時候 對 疾散地沒有東西可以吃嗎 還是帶著比較 救援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快到嘛 是不是 帶著而且這個污染的食物 害怕有食物會污染 這個一些維生素 這個我有在這個葉黃素啊 還有一些維生素啊 你覺得要不要戴啊 這個比較沒有定義啊 不過葉黃素是跟這個眼鏡是有關係的 對啊 這個是眼鏡怕輻射啊 多服用一顆 吃兩顆吧 點片一天吃幾顆啊 點片一天一顆 吃兩天 你會不會提供給周邊居民啊 這個逃生包裡面放點片啊 我們點片夠不夠啊 我看現在只有好像是 這個四十二萬庫存啊 跟委員報告 八公里之內的每一位民眾 我們都有一盒 一盒裡面幾顆 兩顆 可以兩天份 我這邊還有這個雨衣啦 雨衣用得到嗎 對應該可以 就是假設是在這個輻射的時候 可以全穿起來可以阻隔一些輻射層 欸 雨衣可以阻絕輻射喔 對就不要摘到你的身上 喔 不要摘到身上 汙染 應該是我看 防止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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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可能要核爆 不是防止輻射 喔對啊你要講清楚 這個輻射會穿透的啦 會會 那防止什麼汙染 就是不要讓這個輻射層落到你的身上 喔 輻射層 欸 我們 教育都要重要 這個 這會有輻射層嗎 輻射層不是核爆的時候才會有嗎 喔 會有那個 隨著大氣飄散 就比較 有 有嗎 有 喔這個要給大家教育啊 這個如果是這個重要 逃生包裡面要放啊 我看裡面還有什麼法寶 嗯 喔這個 喔這個餅乾喔 好 逃生包 欸狗飼料要不要帶啊 狗飼料啊 如果有寵物 有寵物啊 我有寵物 所以這個要帶狗飼料啊 跟狗一起逃命 這個也是蠻不錯的啊 我看這個 要給大家利用這個機會 給大家教育一下吧 我看一下 欸 這個radio要不要啊 為什麼 告訴大家道理啊 為什麼要 因為在緊急事故的時候就是 我們會透過各種傳播的工具啊 告訴民眾應該怎麼樣去處理 比如說眼閉疏散等等 欸對 這個因為啊 通訊可能中斷 所以要準備啊 這個radio 無線的這種啊 這個收音機啊 欸 手電筒要不要 手電筒啊 這個為什麼 會會 燈光會因為這樣而按掉嗎 喔不是 如果你碰到晚上的時候 當然還是要有手電筒 會比較安全 這個 好 大概 欸我還要準備一瓶水 礦泉水 礦泉水 礦泉水要不要啊 要 你覺得要準備多少量的礦泉水才夠啊 一瓶夠嗎 多一點 多一點喔 那太重了跑不動欸 這裡頭啊我要利用這個機會啊 是要給大家 知道 就是說 逃命圈 大家在討論啊 到底是不是 首都啊 周邊的核電廠周邊幾公里 我們現在劃定八公里 要給民眾有這樣的意識 就是要準備什麼樣的一個器具 跟設備啊 那 那你要到什麼地方啊 集散地等待救援 你看看這個這個核膚社的時候 當然有一些警報 我不知道我們原委會或者是 我們台電這裡啊 我們台電總經理是不是有到啊 好台電總經理 我請上台一下 我要詢問你啊 當你發生啊 爐心溶毀的狀況底下 因為我們都知道爐心溶毀的時候 輻射才會外洩啦 如果有灌水 冷卻 輻射就不會外洩 那爐心溶毀的時候 你們會在什麼 多久 會通知民眾 爐心溶毀這是一個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事件了 我們在那個之前 如果有那種徵兆的時候 就一定要對外 通知了 對外通知 那你們的通知系統會是什麼 我們跟 我們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還有跟地方 還有一些警報系統 我們會有裝置的有警報系統 好 時常發生啊 這個大雨大水的時候 下豪大雨的時候 山上居民 有所謂的緊急撤離 大家如果不撤離怎麼辦 會不會有發生這種情況 產生 有沒有準備警方要去把他們抬出來 第一個步驟應該是就地掩蔽了 你不要到 就地掩蔽啊 是是是 它不一定是 你在室內的話 其實受複色的影響會比較小 然後你才能夠想辦法再往外去 這個要給大家好好教育啊 因為 當然我們這種東西是意外意外之後才會發生啊 我不相信說會發生這種狀況啊 我們都不相信 那萬一發生的時候 要給民眾知道說應該 不要到戶外 要躲在戶內 這個是非常重要 是不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那這樣就不要逃命包了嗎 逃命包是後面的動作 如果真正是擴大的時候 真正輻射層出來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還是要做一些撤離的動作 怎麼樣的情況之下 輻射層會出來 就是說它整個的這個 反應爐的圍主體已經破裂了 才會有這些需要 把這個輻射層才會出來的情況 這個東西當然是利用這樣的機會 給大家一個核能安全的教育也非常重要 我們都相信未來沒有核安就沒有核電了 這個是國家的政策 那當然民眾也要很清楚的知道說 萬一發生核災的時候應該要怎麼逃難 那我不知道 這個指揮系統 那你要求民眾待在家裡面 你如果說萬一情況惡化 要請他們出來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透過什麼系統 去讓大家了解要出來 那如果說一直繼續躲在那邊不疏散的 那你們該怎麼辦 因為這一部分的話 是屬於地方跟中央核子災害應變中心 所需要付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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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責 那所以整個核電核災入發生的時候 這個台電只負責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負責廠內還有平常的一些監視跟偵測 量測這些輻射的一些外視的一個情況 好 當然啦 剛才有提到啊 我們前一個委員有提到說 50個勇士啊 我去核電廠參訪的時候 他們都告訴我啊 因為他們身上都有配掛那個輻射的偵測器 那只要累積到多少量已經達到人體的limit 極限的時候他們就換班了 所以他們的概念是這樣子啊 50個維西佛的時候 可能就是班交接了嘛 所以它是一個輪的概念 人體的這個極限啊 最大的個人劑量呢 是25個維西佛 我這邊收集到的數據是這樣子啦 那麼當然我剛才也提到就是說 有關胸部的斷層掃描就7個維西佛啦 福島的居民的20公里就一個維西佛 小於平均啊 小於一個維西佛 所以要必須要用以科學的角度 來看待說 萬一發生的時候 它的輻射劑量是多少 那內圈的可能會比較多一點啊 內圈的 這裡車路比來講 大概就是內圈100個維西佛啊 好 那麼我的資訊就到這裡 謝謝